振兴医生会客室 中风乃至于肾脏疾病 以后可能跟所谓的 非酒精性的肝脏疾病 我们都会连接在一起 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CKM 那CKM是美国2023年心脏学会 他们所希望能推荐的一种看法 他认为把这些相关的 发病的这个基转 有一些关联 甚至于在预防乃至于治疗方面 也都有很多可以使用 共同的诊断的工具 以及治疗的办法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在内科的范畴里面 做一个很好的统诊 那这样的统诊 就连带的影响到 我们现在看病的话 一个心脏科的医生 他可能要有一些新陈代谢 尤其是糖尿病的知识 或是肾脏病这样的常识 那作为我们糖尿病的医生 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早一点 能够对心脏病 或是对肾脏病的了解 多一些认识的话 我们的病人的话 我们现在越来越像 是全人的一个照护 我们这时候不再会把病人 分解为好几个块状 有时候看心脏科 有时候看肾脏科 有时候看心脏代谢科 反而如果再碰到 以糖尿病为主的时候 在我们的手上 可以处理的 或是我们有基本能力的话 我们就让你可以 少跑一些冤枉的这个时间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在很早的阶段 大家都互相的分工 而且这时候 我们常常讲说 共同照护 我们共同照护 如果做得好 当然这个病人 就不会有所疏漏 就像我们打排球一样 我们打排球的时候 从对方发一个球过来了 我们的队友常常说 不要没没没 就大家都等着 那个球下来都没有人去接 那这样就会漏掉了 我们这个状况也是一样 一个人其实没有办法把它分成 说各个器官 互相独立的作业 事实上彼此有一些关联的 所以把心脏照顾好 对肾脏好 那把糖尿病控制好的话 对未来也可以减少一些 心脏血管疾病 尤其是心脏衰竭啦 或是像慢性肾病的机会 如果大家都能有这样的 共同一个体认的话 对病人 对我们医疗工作者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突破性的一个做法 事实上在台湾 有一些医院也做得很好 他们也曾经做过一些 整合门诊 那对病人 对医院的营运的话 都是很棒的一种事情 所以我今天愿意花点时间 跟大家讨论 有关这个CKM 在振兴以及在国内外的话 我们有的一些想法 美国心脏学会的话 他们在2023年 把三个字串联在一起 就Caliobuscular Kinney跟Metabolic Syndrome 那Caliobuscular 就是心脏血管系统 Kinney当然是肾脏 Metabolic Syndrome 就是所谓的 代谢症候群也好 或是代谢疾病也好 那这个所代表的意思 就是说 有一点类似 常常听到所谓的三高 或是唐心肾 这些都很相近 甚至有人把它领域 更扩大一点 烦恼 心肾 或是心肝 肾 糖 这样弄在一起 把五个可能将来 在系统上都有一些 互相关联的话 我们就把它统整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内科的病人 尤其是慢性病来讲 它有两大的范畴 一个是癌症 一个是非癌症 在非癌症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话 我个人认为 这个占的可能是更大的一块 在台湾的话 不管我们以前讲 十大死亡原因也好 或是讲疾病的复合也好 这些疾病的话 都是非常常见的 在国人来讲 一方面 我们随着人口的老化 各种各样的慢性病 越来越多 而且我们的国人 活得越来越久 得到这些共病的机会 越来越多 在美国心脏学会 它除了提出 CKM这样一个概念以外的话 这是老早就有的一个概念 但更重要的是把它分期 就从零期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等 它从一开始 可能是一个 比较稍微肥胖一点的 但是其他的功能都正常的话 可能这个是在零到一期的状况 那零期当然是最好了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异常 那在一期的话 就可能脂肪组织的代谢 或是体重 这些开始出现一些偏离了 这个时候 或是超向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所谓中广型 或是腹部肥胖这样的状况 那血糖的话 还没有到达糖尿病的这个状况 但这个稍微偏高一点 我们有时候 叫做糖尿病前期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地调整 我们的饮食 我们的运动作息等等 可能就可以停在这个 所谓亚健康的一个状况 如果再继续 恶化下去的话 我们代谢症候群的 五个因素里面 有了三个或更多 已经成为一个 很明显的代谢症候群的病人 那甚至于已经发生的血糖 偏高了 可以被诊断为第二型糖尿病 甚至有一点早期的 或轻度的肾脏病的真相 比如说有微浪白蛋白尿啦 或是说肾脏的扩粒率 有一点下降等等 那心脏的话 这时候也开始慢慢可能出现 高血压、血脂异常 这些有的话 还不是很明显的 但等到第三期的时候 这些早期的肾脏病 变得迹象以外 这时候可能有一些 很明显的心脏病的因素 就出现了 比如说常见的脑中风啦 或甚至于说心梗、心衰竭啦 或甚至于说 所谓的慢性肾病的奇程的话 就慢慢进展到三期 甚至于四期不等 那这时候蛋白尿就变得更明显 然后肾脏功能衰退就更明显 那到了很明显的第四期的时候 那惯心症、心衰竭、中风 周边动脉疾病 或甚至于心房颤动 一个慢性肾病 已经进展到第四期 或更多的话 完全都全部出现了 所以如果要让一个病人 在所谓的CKM的分歧里面 能够停滞在比较前期一点 不要再继续的恶化或进展下去 我们就应该及早的 开始做各项的规划 乃至于定期的一个筛检 所以这样的话 每一个病人或是每一个健康人 尤其上了年纪人 事实上我们就要随时 检讨一下自己的生理的状况 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家庭的病史 然后看看我们的生活习惯 是不是能够避免 变成这个中广型的体态 或是我们的血糖或血压 或血脂这些异常的出现 万一已经有了这些异常 我们及时的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作息 必要时候使用一点药物的话 就可以得到适当的控制 那这时候进展就变得比较慢一点 我们的糖尿病或是肥胖的话 体重控制如果能够减个15%左右的话 甚至于很早期的糖尿病或是很轻微的糖尿病 有得到缓解的一个机会 我们现在越来越在意的就是说 我们糖尿病不是只有往下沉沦 我们还可以回过头来 可以回复到年轻时候那样的体态或是体重 甚至我们的血糖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这样的话影响到心脏或是肾脏恶化的机会 就来得小一点 所以有了这样CKM的一个概念 大家就可以共同来努力 从早期的一般人有定期的健康检查 或是政府提供的这个中老人的健康检查的这样的习惯 我们如果看到一些红字的话 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这是我们可以召会相关科别的医师 然后听听我们的营养师 跟我们的卫教师的话 学习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作息 我觉得可以避免这个CKM的继续进展 那万一有人比如说已经到了二期三期 这样的一个CKM期程的话 我们现在有一些不错的药物 对于血糖、血压、血脂比较少一点 那对于像说是心脏病的再发 或是肾脏病的恶化 能够减少再中风或是再次的心梗的机会的药物 现在都纷纷出现了 所以改变了我们现在很多人 很多科的医生 我们都使用共同的药物 我们有共同的治疗的指引 这样的话我们病人的生活乃至于健康照顾的话 就得到更大的一个保障 糖尿病的照顾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特别执行共同照顾 或是我们跨科、跨院的照顾的话 我们一个共同的指标就是说 以往的话我们早期是微糖主义了 就是我们完全是以糖为中心的 这样把糖化血色是我们讲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那慢慢的 那我们晓得糖尿病的管理不再只是看重血糖了 我们还注意体重的管理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如果有效的能量降低5%体重的话 我们血糖一定会变好 那如果能降到10%甚至更多的话 也许用一两种药物的糖尿病病人甚至可以在一年内都不要用任何的药物 它的糖尿病病都可以控制在6.5%上下 那这几年来陆陆续有些新的药物出现 特别是我们讲的一个叫SUT2 另外一个叫GLP1 它被证实它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器官保护的作用 让这些人他将来产生慢性的肾病或是肾病的进展 乃至于出现心脏病的机会就降了很多 这个药物本来都是在糖尿病大型的临床试验被证明是有效的 慢慢的后来发现这个不只是糖尿病的病人 没有糖尿病的病人 大部分就有CGM特质的这些病人也是有效的 所以在国外的话这一类药物 现在慢慢从糖尿病的药物变成了心脏科 甚至于在肾脏科他们很喜欢用的一个药物 那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在内科的很多病人 可以在不同的科别里面都有机会使用到这些新型的糖尿病的药物 不过这些药物现在稍微贵了一点 在健保局部上也有了一点限制 但是有时候自己如果说一个月花个千把块 当然有一些药物比较贵一点 那健保不能给付 我常用投资自己的健康 我们讲个笑话就是说 大家对自己的车子的保养都很舍得花钱 但是如果说花点小钱相对的小钱 让我们的血糖的控制能够更好一点 让我们肾脏病变的进程能够慢一点 来自于我们将来再发生心脏血管疾病的机会能少一点的话 这样的投资大家好像就有点舍不得 这个我想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地方 但是无论如何 有了这些新的药物 加上我们现在对这样的病人 有一些更清晰的 就是我们要定期的一个筛建计划 从各种各样的指标 我们可以及早的发现病人是不是到了应该要使用这些所谓新型药物的时机 如果能及时的用药的话 像SOT2的话 它就被证明可以让很多很多的病人这一辈子大概就不必洗肾了 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气球 以前认为糖尿病的病人 尤其肾脏功能开始退化了以后 大家就进入一个愁云产物的阶段 但目前的话我们晓得有了很多的新的希望 以前说我们只有一种办法 现在两种三种甚至有四种的药物 都有可能能够减缓这个肾脏病恶化的速度 让这些有CKM这样的特质或这样风险因素的人的话 未来也可以延缓所谓的慢病恶化的程度 甚至于可以大量的减少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国病 也就是慢性肾脏衰竭的机会 所以最近这几年来跨这个科别的话 大家有共识越来越增加了 我们很多科的医生 包括您在心脏科在肾脏科或在家庭医学 乃至于说老人医学科的话 大家都会常常有使用到这些药物 其实这个也是过去的将近十年来 我们的慢病控制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也是糖尿病界跟很多CKM的同伴们 大家都非常兴奋的一个 对于我们的国民健康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值得大家重视 普通来讲介入的时机是干预的时机 当然我们要看有没有在生理病理上出现的一些迹象 如果单就肾脏病来讲 我们现在肾脏病也分歧了 就出现微量白蛋白鸟的话 我们可以开始使用SOT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临床实证 这样的药可以在这个阶段就开始着手了 如果说你的肾脂球过滤率现在已经在60上下的话 你这时候就开始着手 你将来可以延长十几年 甚至于二十几年才会变成有洗肾的必要 那如果你这时候是已经50岁或是甚至于60岁的话 那也就是说这一辈子大概就不会有洗肾或是患肾的一个必要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所谓早期指标 在心脏也是一样 有一些心脏科的专家还会提醒说 心血管的带化的指数等等 提供一些心血管健康状况的一个指标 甚至于脑血管做一些超音波或者DOPRA这些检查的话 对于血管到底有没有狭窄了 有没有斑块出现等等 大家都常常听到外国的一句俗语说 我们及时的一针可以减少后面的那九针 所以现在慢慢很多人都觉得说 慢性病人以糖尿病为例的话 可能有三分之一甚至于更多的病人 根据我们的治疗指引来讲 但是实际上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几 或是不到20人在使用 也就是表示对这个使用 还是稍微没有赶得上我们希望的预期的这个成绩 有一点落差 那在我们医院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心脏科在使用这些药 或新陈代谢的使用这些药 都算是有超越了一般的预期 达到国际的标准 这是很好的事情 也就越来越多的医师们认同这样的做法 今天我们做各种药物经济学的模式 来证明今天我们投资 这些药的话 在未来可能五年七年或几年内 都可以看到这些效果 比如说肾脏病 一年多花多花个十亿 加几年以后 一年省下来就可能是以百亿来算的 所以就整体来讲 是短空长多的这种作为 这些药物当然目前的话可能稍微贵了一点 毕竟是新的药物 但在假以时日的话一定会越来越便宜 我们大量使用的话 对国民健康的保障就会更多了一点 我想疾病的话 我们最不可避免的当然就是老化了 人老了以后当然所有的问题都多起来 以前认为说等到四十岁下 能把这个提前对健康意识的觉醒 可能三十岁的人就还有这样子 因为我们注意到 比如像糖尿病 我们四岁以下 糖尿病就非常难处理 我们不要忘记在充斥事业 或是在经营家庭以外 对自己身体的健康 也要给予适度的重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家族史 长辈或血亲里面有什么疾病的话 我们就说这是一个类似叫做阿奇里斯健 也就是我们家庭有这样的一个罩门 我们自己心中有数的话 更要提早注意 第三点就是管理好自己的体重 当然体重 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外观的问题 而事实上是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 所以体型超重的话 甚至于到肥胖的话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办法 不管是生活形态 甚至于未来有更多药物的选择 的确确实是非常有效 可以降低百分之十十五 甚至有二十多的体重 这些药物的出现的话 未来也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年做了体检的话 不要轻忽我们的体检报告带来的意义 有一位卫生署署长就说 我们一年花了这么多钱 做了这么多的中老年人的健康筛检 结果后来都归党了事 都没有再做一个追踪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其实中间有很多事主意 健康的 有一次我到日本考察的话 他们在意所谓红绿灯的观念 在绿灯的话 当然想是安全的 但碰到黄灯警示的这些数值的话 我们就可能重新再做一次 碰到红灯我们就及时要转接就医了 所以我们看到任何的体检报告或什么检查的话 有人说你血量偏高了 尿中有尿蛋白 这些在CKM的架构下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那再来的话 就是你看病的时候 不要急着 就是说我拿药就好了 可能能多花一点时间 跟你的医生 跟你的卫教师 跟营养师多谈一点的话 像一些官网 包括我们的这个Colcast 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话 多吸收一点 多讨论一点 投资你的健康 远比投资什么更实在一点 这是我对大家的一点的期许 跟一个愿望